那現在我們要問今天的重點 如何進入科技外商當PM 我覺得這個真滿有趣 它需要運... 嗨大家好,我是Jerney,你還Grey卡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的主題是 如何進入科技外商當PM 那如果你也想進入科技 或是也想要轉職的話 希望今天這一集對你有幫助 那我們今天的來賓是我的久友 一個非常健談 然後也會講脫口秀 還有時間練忙營的最有為青年 那讓我們來歡迎Ken OK 那我們方便請Ken 介紹一下你自己 就是你的背景跟你的工作的經歷 我是福大系法系畢業的 然後我是2013年之後畢業 所以到現在大概9年、10年了 那我畢業的時候就 進入了一個 二、三線的製造業代工廠 那時候做個人電腦的代工 那做個人電腦代工之後 就做了兩年多 然後就覺得 好,兩年多我要辭職 我應該要做些別的事情 其實介紹我說 欸,我在耳朔有一個工作 有一個職權 你有沒有興趣想要來 我說OK,好 逛我試試看 就是經驗耳朔 那經驗耳朔 做了兩年多之後 老闆就帶我跳槽到 另外一間上市公司 也是很大的上市公司 然後也是做PM 那就是PM Leader 然後我就在做兩年當便利的時候 也覺得兩年也差不多了 就是每次都是一個兩年兩年兩年 對,然後兩年到了之後 就換到現在的外商公司做半導體這樣子 第一份工作是怎麼進到二、三線的代工廠 上市畢業的時候 其實投了100克綠幣 然後大概有七成是投了科技業 三成是投了金融業 那為什麼選這兩個產業 是因為這兩個產業 感覺最好賺錢 那我就想說 好,那我就投 最後拿到四個面試的機會 我其中兩個offer 我有拿到 這四個面試兩個offer都是科技業 然後都是PM嗎? 一個是在很小的軟體行銷商做原廠業務 做業務一間Marketing 那一個就是代工廠PM 但是我那時候拿到代工廠PM的時候很有趣 我那個老闆在找 他想要找新鮮人 因為那時候公司是在幫 中國最大的電腦公司 電腦品牌廠做專案 做台灣的代工廠專案找了吧 那我如果老闆說 那你想要找什麼樣的 他就很清楚他講說 我們不需要找經驗的人 因為我們的客戶的SOP非常清楚 所以你進來其實可以學得很快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運氣很好 就是他們也在找一個新鮮人 那我也在找一個有 就是線上直接onboard training的機會 所以就剛好match 那對我來說的重點是 我很清楚我知道 進去這個工作 我要拿到什麼東西 對,比如說我兩年內 我就是要了解這個產業的流程 那做專案的時候 你必須要了解專案的哪一些妹妹看看 對 就是這個是 你在找工作的時候 我覺得是主動去思考 這個工作他可以帶給你 下一個工作的哪一些優勢 第一份工作是在代工廠 然後你後來是有轉到更大的科技公司 對,我後來就合索 這個契機是 然後我前第一份工作的同事之後 他說我在合索的公司有一個適合你的區 你有沒有興趣想要來 那剛剛朋友跟我同事的感情還不錯 對,他就要問我兩塊去 所以因為很重要 對對,我因為很重要 我第一份工作之後 我沒有投過旅幣 對,都是朋友介紹的 大家才進科技也要多認識在科技也來 對 可以這樣說嗎 我覺得這樣說 在台灣,如果你想要在科技的這個產業 我說廣義就是做製造業的這個產業 這個圈子的人是很多的 那 但圈子就是那麼想 所以其實你的機會很多 只要你的表現出來的 或是你的特質是人家的譬如學 那你就很容易被人家介紹出去 我自己也會介紹我的學弟妹 或是我的同學進來 或者是我的同事 什麼人都有 就是也有唸體育的 也有唸 我記得那時候我剛剛 體育喔 我剛剛畢業進去的時候 也有唸歷史 就是各種的背景的都有 但他們都是PM的學員嗎 都是 我覺得 學歷在 在這個產業裡面不是最重要 但除非你是工程師 工程師你有 就是技術背景 對,你需要技術背景 所以你的學科本身要很專 可是 我覺得你做其他的 娃娃供應鏈 像我現在做的供應鏈 然後做PM 然後做Sales 其實你是什麼背景 就是你念什麼學歷不重要 那他可以幫你拿到第一份工作 可是 其他後面的東西 其實來自於你的經歷更重要 那瑋塔 你剛剛問我說 是不是一開始就要從 這是這個二三星的代工廠出來 對,會不會是個比較容易入門的方式 我覺得如果 你的學歷很漂亮的話 你不需要走這條路 你就直接進去外 因為現在外商 尤其是辦理現在很缺的 所以其實你的機會很重要 拿得到很好 其實起手點很好的話 就直接進去 你就直接試 對 但如果不是的話 學歷跟經歷 你就至少要一個東西 那我自己的狀況就是 我累積了一點 四到六年的經歷之後 然後轉到我想要的產業 我想要的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做的是研發的專案 所以我都專門看研發 所以跟很多的研發工程師 軟體硬體 然後跟工廠 就叫我到達人過 但我第二份工作 做的完全不一樣 就我做的是 算是 量產或是說 operation的PM 然後這段如果在這個業界 你就會知道說 它跟前面的研發的PM 是完全不同性質 因為你接觸的都是廠商品質 然後跟供應鏈的所有的東西 不採購 所以其實 我進去之後的兩年 是學 有點像是 我把前面的研發學完之後 才學公平性的東西 那今天講我們知道 問見的重點 怎麼樣轉到外商 因為我知道 蠻多人可能在他的GR 最後說 最終目的會想說 進到外商 對 那外商其實門檻也相對來說 比較高 那你是怎麼調個合數 然後 可以成功跳直到外商 我覺得真的 蠻有趣 它需要運氣 大家平常要做好事 就是累積原品 對 人賣原品都很重要 那我當時 是因為我離開了合數的時候 我的鼻鼓黑那時候 就帶我跳槽去另外一個公司 主要是因為在外商的要求 他當然希望你的工作的經驗 跟你對這個產業的know-how 都是可以即時上手的 我覺得進外商前 其實你應該要了解 這個產業的流程 或是你應該要會什麼 而什麼東西你不會 你至少要知道這些 你不一定要全部都會 但你至少要知道 哪些是你不會的 哪些是你不會的 那你才知道說 在外商 你要找什麼樣的工作 然後 差 因為他們沒辦法能納容苑 我這樣講 對 他們非常的講什麼效率 所以你應該要找到 你覺得你的價值是什麼 什麼東西你不可取代 然後他們為什麼要花錢在你身上 那你才有機會在這邊 有一個位置要站在你 所以我的狀況是 我先累積完工作的前後段的經驗之後 然後拿到一個 在台灣的公司上市公司拿到一個管理經驗 接下來我去找新的工作的時候 是用這一連串的履歷去找 我現在在晚上的工作 那如果我今天只是 一開始就待在家 或是待在很久 好像很難這樣跳的 是不是一定要想這樣跳一跳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 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覺得你需要什麼 那公司可不可以提供你這個 我有個習慣 就是我每一年都會重新寫我的履歷 每一年都會 寫履歷的時候 我會思考 如果我今年寫不出東西 就代表我今年好像沒有做什麼 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自己會很擔心 就是 今年我跟去年我還是一樣 讓我什麼原理 就是都同一個camp 對 只是酒量被插 我覺得通常適合我的經驗 我就會去挑戰看看 因為好的外派 或者是好的輪調集 我都會想試試看 對 所以聽起來就是你蠻清楚 你在每一份工作中你想要獲得什麼 我在找工作的時候都是 我有很遠很遠的目標 然後怎麼樣 怎麼樣比這個目標最近 對 你自己覺得說 當PM有哪一些特質 PM的東西當然是 我們分硬實力跟軟實力 對 那硬實力當然是我剛剛說的流程 學了那些SOP 那些從一鍵廠 留下來那些SOP 到底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設計 然後工作的時候發生的這些流程 到底為什麼老闆會叫我這樣排件 那慢慢整理成我自己的思維的時候 我覺得那就是累積我自己的硬實力 第六個是軟實力 我覺得軟實力的重點其實是 就是你真的對 因為你真的花太多錢在跟不同的 stackle的距離 好像是溝通 在角力或是在周旋 對 因為你真的是 你當然不是永遠有在人家敵對的那一方 可是實際上你們的立場是會不一樣 或者是你要把不同立場可能牽在一起 那其實是很麻煩的事情 其實而且很心累就是做什麼 對 是不是PM有個特質是 你可能還是要適當的social 因為你social 會想到你溝通效果 對應該是溝通方法跟效果 對 我這個東西我的第一個老闆教我很多 因為我的老闆問了很多 你不要覺得辦公室政治 或是職場的這些互動 是很迂腐的事情 或是說你不善待人家 你不讓人家很開心 那為什麼 你不營造一個友善的環境 為什麼人家會不做 是啊 你怎麼會把工作做得好 合理性蠻重要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也會很需要 站在別人的立場想事情 我覺得你必須要平常訓練到 有本能的反應是 我可以站在別人的教育思考 你面試通常要怎麼樣去判斷 他的軟實力如何 比如說你們會問一些 情境或是邏輯性的問題嗎 我覺得分兩種 一種是沒有經驗的人 那我覺得如果今天 在看的人是沒有經驗的人的話 其實 如果對於沒有經驗的人來說 其實你過去的 你在 體制以外做哪些思考 你獨立思考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很重要 你可以展現履歷上 有什麼新的東西的時候 它某種程度 就可以反映你 背後個人特質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是有經驗的話 怎麼稱它為誰 我會問一些 那你一樣 很基本的 那你碰過什麼樣最困難的問題 那你怎麼解決 你們期待 看他的邏輯是怎麼回答 而不是說 追求一個正確答案這樣 對 我在面試PM的時候 在業界的人就會知道說 做軟體的皮炎 跟做硬體的皮炎 跟做產品經濟 跟做專案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對對對 我那時候花了很多時間 做了很多功課就是 什麼樣的方式比較好入手 我覺得做專案 絕對是最好入手 因為好的公司 都會有好的專案 所以進好的公司 就是進 你可以清楚知道 你可以學到什麼 然後他流程 學的東西是對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 怎麼要拿到第一個超能力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多投入利益 然後進到對的公司 然後甚至人脈 這些人培養 在學校有些人培養都是 或者是 你人力已經在業界了 那有機會 你可以讓人家知道說 你在找工作 人家覺得你個性適合 就會推薦給你 看了很多時候 我會幫人家介紹工作 我覺得他個性適合 在我待會兒某幾間公司 我就會介紹他進去 第二個是 語言 語言真的很重要 在外商就是 語言是基本 我剛剛開始講過 尤其是英文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也是我自己沒有問 你覺得考P&證照真的有用嗎 因為的確有些公司 在職學上面也是會 我還是有問過他們會寫說 希望有什麼 P&P 對 這個會是外商很看重 我曾經跟廠商 有一個廠商聊天 他是一個P&P coach 對 那我就問他 但你覺得P&P需不需要考 他說我其實 最早P&P很有價值 那現在P&P 拿到P&P 不代表什麼 現在P&P的 含金量 就沒有那麼高 可是 你剛剛講的一個現實就是 很多的 履歷上面的要求 是 你要有P&P 好危險 那當這個東西成為門檻的時候 你說需不需要考 有沒有幫助 他需要 但是他沒有幫助 的答案 因為對P&P來說 還是實際 實戰經驗最重要 實際面對什麼解決 什麼溝通 對我自己 因為我有買P&P的書 然後我有看那個課程 我有經歷過前面 那兩份工作的時候 我會覺得 P&P對我來說 你都很像他指中反應 對 所以你說他本身有加工或幫助 想考他的人 我覺得可以考試 他可以幫你系統化整理 就像是我們在喝酒的時候一樣 我通常是我喝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才會想要去 考這個考試 或是學這個東西 把我以前的那些經驗 變成有系統化或是學術的 一些經驗的輔助 讓我可以有個完整的藍圖 這樣子 很感謝Ken來跟我們分享 一路上的施壓 然後如何轉職到外上的P&P 感謝大家的觀看 希望這一集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還可以在我頻道下面留言 然後我會盡量幫我問Cam 謝謝大家囉 掰掰